姜汪斯 你好 你好 多士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很感慨 我記得我好像在八個月之前採訪過你 最後你就進去了 被人判了八個月 都是的 都沒有想過這麼突然 後來才知道原來國安處是部署了 都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對我的案件進行拘捕 提堂 審訊 所以都是很誇張的 很突然 還有他們都有 很有趣的 他們都有向我展示 就是我每天戴誰的胸口針 西裝外套的胸口針 他們都有留意的 所以他們都是很關心我的 所以他們的行動也是很迅速的 也是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 在市集那裡就拘捕了市集的職員 也是在我們教會的地方 他們就拿著搜查令就衝進來 將我拘捕了當時 所以都是很突如其來的 所以你說這個是香港的一個現況 我想你這樣描述都沒有錯的 就是在他們眼中的我們這一類人身上 可能對一些沒有參與太多的事情的人 可能就會沒有那麼迫切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這樣形容 我這樣去聽的 那的確是一個很甜切的東西 你曾經形容過你自己在紅線前面 不調毛的人 我記得上次上次的時候你說的 你都說過 大家現在要珍惜身邊的人了 因為可能一個不小心 他可能就進去了 其實我都覺得要感慨了 沒有想到進去的是你 是啊 我都很 我自己都很有那個感受 因為真的剛剛發生 剛剛講完 過了一陣子就拉了我進去 還有因為我們這一類型的案件 是國安法指定法官和國安法指定法庭 去做那個審訊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得保釋的 除非原則上法官考慮到 我們保釋出去是不會危害到國家安全的 他才會有一個批准保釋申請的考慮 所以其實他基本上是一隻通車來的 被捕在休假48個小時 接著就上庭 然後就橫押 接著就橫押到一個要被判有罪 或者沒有罪的日子之後 然後就我們叫做拍井 就是叫做轉身份都有 橫押的身份就變成被定罪的身份 所以整件事是沒有任何的預兆 也都沒有任何讓你有得休息的位置 有時候有些人可以保釋出來的話 都可以休息的 就是可以處理一下自己一些生活的瑣碎事 可能是交水電媒 交租 處理一下自己的小動物 或者是處理一些 如果有小朋友去處理一些小朋友問題 但是因為沒有了保釋那個程序 就是沒有了這個部分 其實很多事情是很令人出很多亂子 還有因為都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就是這個是監禁的時間 就是都 他當時兩名起點是一年的 考慮認罪 扣減三分 一隻八個月 八個月之後 所以為什麼大家聽到八個月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都很貧能 所以都是這樣捱了過來 都是一個體驗的 還有我們都可以親身在裡面 體驗到一些可能比較長年期的 被監禁的人士他們的生活 這個是一個很切實的一個經歷 因為上一次我被捕 整個的刑期是在荔枝角收入所完成的 但是這次就是 有一個由荔枝角收入所 然後轉去赤處監獄的一個過程 所以其實體驗的人也多了一倍 所以都是一個好的體驗 我自己的感應 他真的去對比一下 赤柱和荔枝角那邊有什麼分別 那個感受 經過 其實赤柱監獄就是 怎麼說呢 我以下這個講法是一些 已經有大概八至十年的刑期的人 跟我說的 他們有些進出監獄 有些是十幾次 有些是二十幾次 這些囚友他們對我 就是跟我去描述 就是他們的講法 赤柱監獄其實是 在香港監獄裡面的大學 基本上你在任何一個監獄 看到的一些 一些的次文化 或者一些潛規則 那你在赤柱監獄 基本上如果你的刑期是 有一定的歷程的話 基本上你是體驗不殺的 所以 的確我自己的感受 在荔枝角收入所 始終荔枝角收入所 就是比較偏近城市一些的地方 就是來探望我的人 他們都沒有那麼辛苦 而我每次被人探望的時候 那個罪惡感也沒有那麼強 但是去到赤柱監獄呢 赤柱監獄那裡真的比較偏遠一些 就是每一次有人探望他們的成本 就真的增加了很多 所以就 還有 還有由橫額的身份 變成一個被定罪身份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探望的次數都會減少的 那我們被橫額的時候 每天都可以探望的 還有我們可以入很多零食 當然是誠教署指定的零食 有些朋友仔 如果他們會吃煙或者會用煙去做一些 他們想做的事情 這樣 每兩天就會有一包煙 就可以由外面的人 帶進去誠教署 誠教署就給我們這樣 但是被定罪之後就不是了 被定罪之後呢 我們就要靠自己上班 去賺一些 他們叫人工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人工 你想想做一個月 可能只有四百塊左右 港幣 OK 就用這四百塊 就是一張糧單 我們叫做 就是一個是小食報 小食報 我們可以用一些什麼 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始終坐牢給你做 你可以上班 或者你找一些事情做 玩一些事情 時間過得快一些 但是問題就是 由這個橫額的身份 轉到這個被定罪的身份 中間 有一個月增空期 那個月 我們是沒有人工 變成有很多的 很多的物資上的東西 有時候 如果準備不足的話 真的會轉不及 有時候會有些人 會有缺乏物資的情況出現 當然 我們 我自己 可能我的物資會比較 又不是去到充裕的 但是會 會多一點 就是會有extra 多一支 可能是洗頭水 或者是沐浴露 這樣 在裡面我們可以 分享一下 我們擁有的東西 這個也是一個很 其實即時可以幫到 幫到手的東西 不用等下一次探訪 才可以入到東西 給一個你想給它的對象 所以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體驗 對 剛剛大家進去的時候 都是沒有任何物資的 有些朋友 他們 都會 都會 對於 吃煙有 大一點的需求 就是他們可能 煙引勁煙 那樣 那我有一次 就在監獄裡面 就是我這次坐牢了 就 就 嘗試走一次共產主義 那是什麼一回事呢 因為呢 在監獄裡面呢 有一些大事大事 我們會有雞給你吃 那 例如新年 中秋好像都有 跟著還有些什麼日子呢 我忘記了 好像有三個日子 但是因為我自己 2021年和2022 sorry 2022年和2023年 我的新年都是在監獄裡面過 那所以我兩隻雞給你吃光 但是呢 我這次呢 就 因為我看到一些同倉的人 他們比較多人是 就是需要吃麵 那樣 每個人都很哭 哭哭哭哭 那樣 那當然 跟著呢 在監獄裡面 有些人就願意 是用鹽之煙 去換一隻雞給 那樣 那時候 我剛剛去了 這個生活所 在那個 要隔渣 就是要隔離 那段時間 那我的房間有七個人 六個人 七個人 我忘記了 然後呢 我就 我就發起了 我就說 不如這樣吧 我首先就奉獻了我的雞腿 如果大家想的 那大家會奉獻自己的雞腿出來 那既然大家這麼慘 那麼有需要 那不如我們 就實現一晚香煙自由 那樣 然後呢 就有些人見我 第一個就放棄我自己的雞腿 然後有三四個叔叔 八卦 就說 好吧我們都不吃 然後呢 沒有放棄雞腿的人 就怎樣呢 就把他的雞腿 大家分享 一人咬一口 到最後 雞腿一人咬一口 這樣就很開心 然後又收到 收到 忘記了收幾支煙 二十多 二十六支 你不知道 忘記了二十多支煙 這樣 然後那一晚 大家就很開心 然後呢 他們就很慣性地 就把那些煙 就很信任地 因為那些煙都要保持 他們就很慣性信任地 因為我是第一個 拿著雞腿出來的 然後他們全部給我保持 他說你保持吧 你保持吧 怎樣啊 你信一個 給你保持吧 但是加上那些煙 真的是很重要的東西 它可以是一個貨幣 這是一個前規則 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煙是一個在家裡的貨幣 就是可以換很多東西 可以換服務 可以換到物資 可以換到不同的東西 OK 另外就是 真的有人很需要吃煙 也都是有些人會在裡面 會有一些 嗯 怎麼說呢 他們有些人會在裡面 玩一些遊戲 就會有贏 有輸贏 有輸贏的時候 就會用煙去做那個想罰的機制 那個媒介 OK 所以煙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很重要的東西 是的 那天晚上我就是 第二晚 第二晚在你知國三下所 就是 對 所發生了一次的事情 你看看這一段 你有沒有用 你有沒有用 可以自己去買 看看你買在哪裡 由我 第一下知道 抓我的人是 國安 國安處的 警員之後 其實我已經是 心裡有數 因為呢 國安處抓得 如果那個法庭 也是國安法指令法庭 就是說呢 其實那個入罪率 到今時今日為止 其實是100%的 暫時沒有任何一個 那個國安案是 是會叫做 被你打得掉的 我不知道 就是會不會有第一單 就是未來 但是現在暫時都沒有 還有我們那個案件 就和陽川那個案件 是有 有部分類似的情況 因為都是 他出版一本的 國安處認為不妥的書籍 所以其實 都預示到 其實是 中緊的了 還有都是 坐緊的了 坐硬的了 所以 都是看錯了多久 所以 是很 第一下 其實是覺得很絕望的 真的覺得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是一個 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呢 這件事 有一些很懲念去拿的 但是 但是想著想著 其實 都不是 反而這樣 是合乎 合乎現在 香港的情況 也合乎 國情 所以 所以 慢慢慢慢 思考一下 又好像會令個人 清醒一點 再清醒一點 其實我們那本書 是講什麼的呢 不如我講一點 我們那本書 是從 記錄了香港 社會運動 2019年 6月9日開始 每一版 就會有一幅圖片 有一幅圖片 下面就會有一些 是描述 描述當年 大概發生的事情 或者可能 一百萬人流行 二百萬人流行 七二一事件 一句很短的 一版就會有一件事 我們就把它合輯 做了一本書籍 這樣 國安處當時指控我 去積極 在網上宣傳 這樣 這樣 所以 是的 就是 在我眼中 或者在一般 在一個無罪假定的 想法 的大前提 香港走這個普通法定 就是 我們會想著 這個是一個紀錄歷史的 一個書籍 是不是 的確發生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 我們都 我們就覺得 都 沒有壞 就是去敘述一些 發生過的事情 就是 如果我們這樣都進 的話 其實曾經出過任何 就是我們當時的想法 曾經出過任何 那時候社會運動新聞的 任何報章 報業都中的 他們全部都有記錄的 那時候 就是無論背景是什麼 什麼 立場的媒體 都有出過相關報道 所以我覺得 都不妨一試 因為其實 老實講 悼念有很多種 用一個 書本去聚述一件歷史事實 也是一種悼念的方法 我覺得 其實有很多事情大家都試過 好像這件事沒有試過 還有在香港 由香港人去做 成本當然是很高的 不是錢 是社會成本 OK 那個 就是 剛才一開始你說 在紅線前面跳舞 就是 要跳這隻舞 是有相對的成本 因為那條紅線會動的 大家都知道 你今天不中 不代表你明天不中 所以 那條紅線一動的時候 就掉了下去 有些人稱呼了 那麼多反網 我覺得都很無奈 真的很無奈 因為其實我們都有掃過 裡面的內容 例如 例如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幾個字 那時候 《國安法》的第一個案子 就是 駕駛電單車 那個是 急救員 他插了一支旗 在車上 那就是寫了這幾個字 那時候 我們就想著 在一本書裡面 總之有這幅圖 或者有這支旗 我們都盡量把他 就是我們盡量去 嘗試去避開他 那個 我們是努力嘗試去避開他的 那個 條件 也都希望 仍然可以有一個 中立一些的方法 去告訴大家 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但是 其實我們是努力過的 但是最後 沒有一個安全不接受 他們覺得 仍然是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很多的業 很多業裡面的內容 他們都是覺得不好的 覺得是 壓迫害國家安全的 例如 有些的是 遊行是 有人大喊 口號黑警死全家 那樣 那本書裡面 也是曲回他那句話出來 那有人這樣喊 那他在法庭上面 那個書記 就照 我不知道是書記 他就照讀 照讀 照讀向方 他們認為不妥的東西 我聽到他們 在法庭上不停讀的 讀了都差不多半個小時 那半個小時裡面 有很多口號的東西 在法律書記那裡讀出來 很搞笑的 那時候 他一直讀的時候 一直在那些 叫做 去到聽聽的位置的人 有時候都忍不住會笑的 認為不妥的 但又在法庭上讀出來 很有趣 但是這個是他的程序 當然 到我要進去荔枝國修學所的時候 這次這件事 進去荔枝國修學所 其實有些熟悉的感覺 因為好像都曾經來過 有些程教處的職員 大家也認得大家 有些就是國際大獨囂 他在裡面信了耶穌 有一次我就幫他 保住了一本聖經 然後他又很感謝我 然後我又 進去看見他還在 他又打招呼 有很多認識的人 有些是中學同學 有些就是 更加有一部分 是因為社會運動 移入去荔枝國修學所 準備等著判的一些 被控暴動的年輕人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本身我是在處理的那個人 就是我要承受很多事情 例如我自己的情緒 我要面對的刑期 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但進去之後 可能大家會對我的身份 有些工作期望 可能他們會多些找我聊聊天 我也很喜歡跟他們聊聊天 我也想了解一下他們的 那個心派上的變化 其中有一個男生 我是覺得很深刻的 他是 在2019年的時候 他是在讀 year two year one year two 他有一次跟我分享 他在讀書的時候的風情 讀書的時候 大家肩膀的重擔都是 你的功課 你的final year project 就是你那個 最後的那份工作 那個畢業論文 那樣的 但是壓在他心頭的 就反而是 他 就反而是 他的這個 將會被控的罪名 他也揹著了這件事 揹著了兩年幾三年 就是抓他的時候 是沒有即時告他 隔了一段時間才告他 那好吧 去到他畢業的時候 大家都會討論 那個grad trip 去哪裏 grad trip 就是畢業旅行 大家就很著弱去談 去哪裏玩 去哪裏玩 但是 他的grad trip 就是要來坐牢 這個是令他很 很覺得自己 這個是一個很後社運的 時期的人 一些的感受 但是你猜不到 他一直以來在外面 每天就是覺得很 好像很沒目標 很沒希望 但是反而進來監獄 他的心靈 終於都開始了 就是他要承受的 那件事 終於都開始了 就是你猜不到一個 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他要承受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 就是我形容 這個是一個情緒監獄 絕對是一個情緒監獄 就是他在外面 他還沒進來 還沒被人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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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完成那個程序的時候 其實他的情緒 已經開始令他 他還是坐牢 所以 就是 我都 我聽到他說 他進來坐牢 覺得反而釋放了 但是這個 也都是 令我又是更加深酸的 本身他的情況已經很深酸 但是他竟然說進來坐牢 他竟然覺得釋放了一些 但是終於開始了 終於開始了 終於都可以開始到數了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很 是的 我有時候會和他們聊天的時候 當然也是我的榮幸 可以在監獄裡面陪著他們去 走這幾個月的路 我也知道我陪不到他們去到很遠 兩個原因 第一 因為我是黑手 黑手就是 不是第一次坐牢 他們是白手來的 多數是社會運動被捕的年輕人 當然我都是社運事件 兩次都是 但是 始終會分道揚標的 黑手和白手 是不會一起坐的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相聚是短暫的 所以也是一個原因 我們都很珍惜那段時間 我們可以互相 互相的溝通 關心 大家互相去撐著大家 就是我們撐著那個撐著 不是場外寫信入去 亦都不去聽阿庭那種 而是我在裡面 在他們身邊 是一個 就是一個很 我覺得是一個 是一個真的很 很同行的感覺 甚至乎我和幾個不同的手足 一起都是 因為我們兩個是一個房間 我和他幾個手續一間講 我聽了很多他們的心路歷程 有一個是和我的罪名是一模一樣的 他只不過在網上發佈一些的留言 然後就給國安處七六起他的罪證 然後就去抓他 很多這些時候 我們可以談多一些他們的想法 還有他們是香港的未來 其實我有問過他們的 我問過比例 如果有十個 我想有八個他們都是說 坐完這個牢之後會留在香港 就是說他們是香港的未來之餘 他們都仍然是這個社會的未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有需要去理解 多一些他們的狀態 他們在這個最艱難的時候的想法 甚至乎會不會在這個最艱難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些是再遠大一點的目標 希望為社會做一些怎樣的事情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在聽他們的分享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感受 也都藉著他們的一些體會 想法 反過來有時候我以為我在鼓勵他們 其實有時候反過來我聽他們的東西 會受到鼓舞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雙向的過程 也都有很多大家情緒上一上落落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他們會因為 跟女朋友的感情事會很煩惱 有時候會是因為跟家人 或者有時候因為跟來探訪的名單的時間 有時候可能只是因為不能夠按時收到一封信 都可以令到我們有時候的情緒會有些觸犯 無論如何在大家的心態上 此起彼落的時候 你跌下就我扶下你 我逛下就你扶下起我 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然後就由這個麗芝哥 所到赤柱監力的時候 其實真的所有事情都不同了 因為我去到赤柱監力的時候 我那個倉只有我一個是因為社會運動而被捕 我不知道這個是否一個刻意的安排 OK 那也都 我去到赤柱監力的那個監倉的時候 在那裏那些大哥 在那裏那些比較時間長的囚員 他們都很惡然的 他們都會覺得 蛤 為什麼會有一個黃絲進來的 原來他們的倉 就是他們這一個 他們這幫人 就是他們這一個 一起生活的這幫囚友 他們從來都沒有接觸過 因為社會運動 黃絲的人進來的 但是他們就聽聞過很多黃絲都是很麻煩的 所以變成了很多投訴 很多的是對這一任不滿 對那任不滿 甚至乎可能有些出名的黃絲 如果去到他們的倉 他們有很多一些被默許的福利可能會沒有了 那被誰默許呢 我沒有說 他們可能自己默許大家 所以他很擔心 因為曾經試過是真的 例如他們都有說的 他們就開了名字和說 你知道那個時候何俊仁去了哪個旗塑 一去到我們就沒有這樣 沒有那樣 沒有那樣 很多原本有的一些是好一點的 令他們生活得舒暢一些的 一些的小懷疑 或者是一些的 一些的被默許的福利 這樣是會沒有了的 所以其實他們就有些很 他們是很擔心 很擔心 因為他們其實都在報紙上看到我那個新聞 他覺得 我那個新聞是擺在一個這麼大的篇幅去寫 他都覺得我是一個不是直直無名 不是一個沒有人知道你是誰的人 他們立刻很擔心 死吧 會不會影響到自己的東西呢 那所以 現在去到的時候 其實那個孤獨感是多 我的倉有70個人左右 最高峰的時候 你那個房間 你那個房間的倉這麼大嗎 倉就是指我們一起生活啊 工作啊 那個 或者 因為很有趣 工作那裡就叫做廠 我們一起去吃飯啊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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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們通常都叫做廠 你的意思是我的房間 我的房間是說赤柱家庭是單人房的 明白 是的 單人房的 除非你是有自殺傾向 有精神病患紀錄 又說 如果你是這兩個類別的囚友 就一定要是兩個一間房 就是要有個人 take care 你這樣 就是怕你無緣無故想掉自殺啊 或者無緣無故有屠禄的傾向啊 他就會這樣安排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情況的傢伙 就像我這樣 我進去住一個月 但一個月就會有一個人跟你一間房 第二個月開始就會單獨一間房 是 這個房間呢 是不是赤柱家庭仍然用的 真是裡面都很少東西 還有會不會很熱 晚上 是的 赤柱監獄 邵家庭坐牢的時候 他做事的那個廠 就跟我去那裡 剛巧是同一個廠 我聽回裡面的囚友說 因為小家樽是做車衣旗的 我沒有記錯的 我也是做車衣旗 旗就是車衣的廠 那個工作那個裡面 我們就負責做車衣的部分 所以小家樽所形容的東西 其實我也挺親身經歷到的 包括剛剛你所說的 他形容的房間 這房間其實是很小的 我想40呎 有沒有 我都不肯定 因為我都不是對這些 這一類的空間數字的概念太敏感 但是就只能夠有一張床 有一個廁所 還有少許的行走的空間 你的房間可以是三步就走遠的 其實是這樣的 是一個挺狹窄的空間 還有你說氣溫上面 當然一定 因為我在裡面的時候 也都經歷了冬天 和經歷了初夏 那個初夏其實都很熱的 很誇張 就是你會見到熱度那些是 我們工作的地方在二樓 我們看到下面的鐵皮 就是那個頂 那些蒸氣 那些空氣已經是 熱得很誇張 你會見到那些 你看到的東西會有些扭曲 因為太熱的時候就會這樣 所以 這個是真的 我們睡覺的時候 我自己是會 我習慣喜歡穿衣睡覺 就是我多熱 我都習慣穿著一件 我們叫藍燈籠的衣服 其實是一件普通的 深藍色的天質 但是褲呢 就差點沒辦法 我只是穿著底褲睡覺 但是如果最熱的時候 你一天睡醒 基本上你的床 是會有攤水 那攤水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汗 是真的沒有形容 是誇張的 所以有些人 如果坐牢 他們的日子比較久 那些 夏天他們會選擇睡在地上 因為地上是 類似大理石 這樣的質地的東西 所以就會有些 稍微涼快一點 那我去那個 我睡覺那裡 其實都算好一點的了 因為是一個 新裝修了的地方 那些油漆又靚了 那個門那裡的閘 就沒有大家看監獄風雲 或者是看到 之前有些記者進去拍那個 這麼閉密的 現在新的那個 就是梳那閘 就是會 有一枝枝鐵枝 在那裡 那些空氣就會流通得好一點 但是我都有去過 傳統 就是還沒裝修的那個倉 那裡睡過 那個倉 就 以我所知 黃之鋒和黎智英 都是在那裡的 只不過我 那裡叫陸廠 那裡是運一些 CAT CAT A或者重犯 或者需要被保護 就是 例如 這個 青紅和白布加蘇那個 礦球 礦球其實都是在 石柱監獄那裡 那裡 它都是 傳統的那個倉 就是舊 那裡 我睡過 那裡其實是嚇怕了 因為我 但是我頭兩天去隔離 要隔離的時候 就是在那裡隔離 那 是熱得很 教授 就是那個 太過閉密了 那個環境 還有因為我在荔枝角 又習慣了 那些東西是會 就是 那些設施好像會人性化一點 但是其實都沒有 那就是對比之下 就是突然之間轉那個環境 所以就是 在赤柱監獄 就是 你說 那個氣溫那裡 真的是 它就算 裝了風扇也好 現在好些些的了 它裝多了風扇 如果在19年前那些時間 就是沒有那麼多的人 出出入入監獄 其實沒有那麼多合數 沒有那麼多東西 那時候更誇張 現在我們房間 就一間房間都會有一個風機 在頂上 但是問題就來了 因為大家如果讀過 一點點熱的空氣上升 但是它那個風機是裝到最頂的 吹下來的風也是熱的 所以其實是吹一些熱的風下來的 不過好過沒有這樣 那些空氣是會有些流動下的 那就是 真是很靠 我們房間外面的風扇 吹不吹到一些 涼少少的風進來 但是都很難的 最熱的那幾天 沒有的 其實我們會熱醒的 晚上凌晨 最誇張的情況就是怎樣 就是我們寫信 那我們會 我們會收到很多的來信 那些來信 我們會回信給別人 那寫信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熱到 我們寫寫信 那封信會溶了 溶了的 我們寫信的時候 溶了 那封信會被我們的汗 溶到溶了 那溶了有兩個東西 第一就是那些字 那些字 那些墨水濕了水就會化 另一樣東西溶了 就是真的 那些汗水是會溶的那張信紙 所以熱起上來的時候 它連回信都回不了給別人 還有那個意思 是不是那些汗掉了 上去 連那個紙都掉了 是啊 就是在頭上會滴下去 我們對手本身有手汗 這樣 所以其實有時候是熱到 是連回信都回不了 所以有時候真的 你想想 就是寫信已經是一個很單向 和外界有一個間接溝通的渠道 有時候是一些疏導 自己的情緒的渠道 有時候天氣是會令你們 這一步都做不到 很誇張 所以都是很令人沮喪的事情 就是天氣的問題 在坐牢 是的 他們每一天的生活的氣是怎樣的呢? 其實坐牢 我們呢 因為我是黑手 我並非第一次 黑手 就是你曾經坐過那間的 就叫做黑手 是嗎? 是啊 沒錯 黑白的黑 黑白的黑 握手的手 是啊 那白手就是第一次坐牢的 他們叫白手 白手他們的情況是會辛苦過黑手的 因為黑手那些懲教的職員 會知道你會比較明白規矩 或者是比較會知道那個遊戲規則 就是監房裡面的文化 他們就變成有些事情是會有得談的 就是有得跟你談一下的 但是白手呢 我看到他們有時候好像學狗那樣學的 真的當他們第一次來坐牢 好像一個身身形 真的會 就是例如有些白手走來我的房間裡 跟我握手聊聊天 那他立即戴白手那些 就是戴白手那些 那些懲教員職員 真的說 我都在下面學他的 就是好像一個 訓棚主任 學一個中學生的那樣的 那樣的氣氛 是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他見過我黑手 他又不會來吵我 很搞笑 那正常你罵兩個人都罵完 那他又不是 他只是罵他帶著的那幫白手 但是這個是 都是有不同的 至於你說在監獄裡面 有沒有一些很辛苦 其實最辛苦的東西 不是監獄安排給你們 而是 你天天在那裡過 過一些日子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很routine 每天都是一模一樣的 流程就是這樣的 一開始他們會 起床 我都已經忘了那個時間 因為我們在裡面沒有時間觀念 基本上 我們裡面是沒有鐘 即是會響鐘叫你們起床 不是的 那些懲教會拍 其實一般你坐得久 你在裡面差不多時間 你的生理時鐘 會自己令到你起床 那些如果真是夜睡的 之前那晚可能看書 或者是聊天聊天 那可能會遲起床 那些懲教會拍 會拍你到雜 會拍醒你 這樣就叫你起床摺皮 那樣我們要摺皮 那我起床 我自己就 之後他起床 摺皮 刷牙 然後等他開我們的房門 開了房門之後 大家就 回到自己工作 和生活的那個倉 那裡 他回到那裡 等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 就開始去工作 工作兩個小時 又會吃午餐 這樣 吃完午餐之後 又是去工作 工作完之後 幾個小時之後 又是 就會放阿楓 這樣 去頭場打阿波 停阿波 然後又吃晚飯 吃晚飯 一兩個小時 然後我們要疏洗 就疏洗 然後又回家睡覺 每天都是這樣 一模一樣的 那種很折磨你的感覺 不是令到你很辛苦 不是很體力勞動的東西 而是在心智上面 不斷是會 不斷在磨事 你磨事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 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